日本的绞刑究竟有多可怕 眼前的这本漫画书详细还原了日本绞刑的执行流程 与欧洲等西方国家注射毒药的安乐死不同 日本的绞刑充斥着恐怖和绝望的气息 预警会按照判决结果提前定好执行时间 然后在某个正义的早晨 而且是囚犯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突然开门把囚犯押赴刑场 刑场是一间昏暗且封闭的房间 分为操作室和执行室 囚犯会被安排站在中央的方框内 绑好手脚并门闭双眼 紧接着一根绞刑专用麻绳会被套在囚犯的脖子上锁紧 隔壁的操作室内有三个相同的按钮 为了降低预警杀人的碎孽感 其中只有一个属于真正的开关 随着监狱长一声令下 三名预警会同时按下执行按钮 囚犯脚下的地板会瞬间打开 伴随着一声绝望的吼叫 囚犯会在自由落体后被绳索勒断脖子当场毙命 虽然结果遭遇注定 但由于事发突然 很多囚犯第一时间还是无法接受的 他们大多数人都会经历开心起床 一脸闷圈 崩溃痛哭 恐惧挣扎 以及一命呜呼 几个过程 毕竟死亡来太突然 根本来不及做准备 有些囚犯甚至会在刑场大哭大闹 预警不得不对他采取一些强制措施 为了缓解死前焦虑 有些囚犯会申请早点试做 比如冥想静坐或者写分加书 通常情况下 只要要求不过分 预警都会满足他们 必要的话还会跟他们聊聊天 帮他们开导一下 但开导归开导 至于解压效果肯定是差强人意 正在写家书的囚犯 紧张到根本写不了几个字 而冥想静坐的囚犯 上一秒还是气定神闲 下一秒直接到崩溃边缘 当然也有极个别囚犯 在死前是一声不吭的 从走私牢房到套上绳索 再到最后的上吊死亡 一条龙下来可谓是无比丝滑 需要强调是 这些看似坚强的囚犯 并不是无畏生死 而是放弃了挣扎 他们深知自己罪孽深重 再剧烈的反抗都是多余的 比如眼前这名来自日本东京的囚犯 他叫梅穿裤子 今年25岁 三个月前 他毫无征兆地闯进一户人家 开门就是一顿乱头 正在做饭的妻子无辜惨死 前来支援的丈夫也被当场击杀 最惨的就是两个孩子 在恐惧和无助的眼神中 失去了生命 被警方逮捕后 梅穿裤子毫不避讳自己的罪行 他说他患有抑郁症 东京巨大的工作压力 让他近乎窒息 再对上前女友无情地抛弃了他 种种因素叠加起来 才让他走上了犯罪的不归路 满门屠杀罪恶深重 梅穿裤子被法官判处了死刑 要知道在日本的法律中 死刑可是非常难判的 今天是梅穿裤子被执行 绞刑的日子 在十名护卫 两名押韵 以及三名执行狱警的庞大阵容下 他被门上双眼 缓魂走向了执行台 并套上了绞刑专用绳索 随着监狱长大手一挥 三名狱警按下了执行按钮 第一面的闸门瞬间打开 没穿裤子 就这样被折断了脖子 当然在日本 死刑犯总归是凤毛麟角 就连无期徒刑的犯人也很少 大多数囚犯的刑记 都在几年到几十年不等 运气好点 熬到刑满释放还是有可能的 只不过在日本监狱 想混日子根本没门 看过牛探长监狱系列的朋友 应该知道 日本与西方国家的监狱差异很大 在美国欧洲的监狱中 囚犯们有较大的自由空间 原则只有一个 只要不愿遇 别的都好说 但日本监狱完全不同 囚犯们都得接受军事化管理 到点起床 到点吃饭 到点工作 所有的一切都被安排得妥妥的 在这座位于日本九州岛的 左鹤监狱中 有320名囚犯正在服刑 早上六点半 伴随着灯光的逐渐亮起 和狱警们的大声吼叫 囚犯们美好的一天正式开始 他们需要在十分钟内 穿好衣服点好被子 另外还有五分钟的洗漱时间 随后就必须排队跪桌 等待狱警的例行点名 紧接着是囚犯们的早餐时间 无论男女老少高矮胖瘦 每个人的饭量都完全一样 包括一碗大麦饭 一小盘纳豆 一碗绿豆汤和一杯茶水 吃完早饭后 就是囚犯每天固定的工作和培训时间 眼前这批日本囚犯 正踏着整齐的步伐 前往劳改地点接受改造 改造项目有很多 包括机械 电脑 采缝纫机 美容美发 以及一些理论课程 比如这12名张牙舞爪的囚犯 就是美发项目的劳改生 他们需要扎着马步 对着镜子 整齐画意的挥舞剪刀 熟练后才能在模特上进行试操 在日本监狱 劳改是每名囚犯 都必须完成的工作 因为官方认为 监狱存在的目的 一方面是防止囚犯出去害人 但更重要的是 帮助他们在刑满释放后 重新融入社会 造福民众 所以处理一些技能力项目 监狱还安排了很多犯罪心理学的课程 重塑他们正确的价值观 临近出狱的囚犯 有两周的过渡时间 他们会被安排到一间低级戒备的牢房 这里空间较大 门窗也不上锁 预警的管理手段也相对较松 目的就是为了让囚犯 逐渐适应外面的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 监狱和外面的很多企业 都有招聘合作 表现良好的囚犯 会经过监狱长和企业代表的双重面试 评估合格后 就能当场签下劳动合同 一方面解决了企业招聘难的问题 另一方面也防止囚犯出狱后 变成无业游民 重新踏上犯罪道路 今年36岁的山本特林普 如愿获得了一家名叫光创公司的聘用证书 他在预警和企业代表的接送下 走出监狱坐上了前往公司的专车 半路上特林普路过了一家便利店 买了一些食物和常用的生活用品 他打开了一包饼干 细细咀嚼了起来 但很快就气不成声 因为在被囚禁的五年时间里 他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特林普搬派住在公司楼上的一间宿舍中 这里宽敞明亮 视野开阔 床铺空调电脑都英俱全 比起住了五年的牢房 已经属于是豪宅了 虽然如火心生 但特林普就感觉从未有过的焦虑和不安 因为他犯的是多重强奸罪 而且是在有老婆和四个孩子的前提下犯下的重罪 他不敢面对外面的生活 因为他的老婆孩子就住在离他公司不远处的家中 平时逛个街买点东西 随时都有可能碰上 想想那该有多么的尴尬和无地自容 监狱的生活凄惨无比 所以小伙伴们一定要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 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好了 喜欢本日评 请点赞 关注和评论 牛太长带你建设更大的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 拜